然後如何走出天崩離開的傷痛 其實我覺得跟他相處的時候 我有珍惜每一個當下 然後想到他從小到大 有被我們照顧得好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份回憶 永遠放在我心裡 我就覺得不會有這麼多的 就是不會有遺憾 但是說不捨當然會不捨 可是這個就是生命很自然的一個現象 因為他也十五六歲 十五歲過世了嘛 所以是自然的現象 那有把他好好的照顧好 我想他應該這一生可以跟我們當家人 我們彼此都是很開心的事情 這邊中間分開 然後兩邊不讓他們互相打鬥就對了 他們還是會打鬥 萬一啦 萬一啊 萬一啊 我的臉都給你白灰了 他們很熱情 看到他們的菩薩 就趕快來說謝謝你 謝謝你 但他回來的時候也是瘦巴巴 現在你看他很壯 壯的跟什麼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 壯的跟什麼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給他一個獨立的空間 怕他沒別的狗 咬 給你給他的牙齒 他牙齒是平的 對 來的時候就被人家磨給了 哦 那沒有殺傷力啊 那沒有殺傷力 跟人家咬的話他會受傷 對 那可能就是大家會擔心 填標籤這個比特犬 對 比較攻擊性比較強 可是我們這一隻 是那個很溫馴的 而且他的牙齒來的時候就被 磨平了 磨平了 對 磨一個 好乖 你被張媽媽說很乖啦 乖呀 他撒嬌 他這樣子卡在這邊撒嬌 哎喲哎喲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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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媽媽沒有力氣 你要輕一點 哈哈 那他可能知道說什麼人救他 讓他有朋友 其實一般般啦 他們的主要的都是因為被丟掉 然後我們撿回來 嗯 他很老了 他大概已經有 十五六七歲 十五六七歲 可是我忘記他打哪來的 我忘記了 大白 打哪來的我也忘記 因為真的 你們已經錯過上千隻狗了 來很久了 哎呀 撒嬌 他也老了 他的臉都白白的 他也是老的 對 很老了 來來 每一隻張媽媽 你都跟他們說媽媽喔 都是媽媽喔 哦 都是媽媽 再把它帶出去 那個 然後自己自己的 嗯 媽媽 媽媽就給他洗一洗 這隻就是林鄉滿的那一隻 他是動保協會的 他的狗躺結束 所以就送過來這邊 嗯 每個狗闖都幫他收十隻二十隻的 分攤 Pee Pee 你都不是借過 Pee來 Pee Oh mama 來來來 這邊是他們用水的嗎 用水的水池嗎 水池 對 那個水池 洗澡也用水嗎 夏天給他們游泳的 哦 有點幸福喔 夏天的時候他們自己會跳進水裡面 去玩玩水啊 再上來 而且是山泉水喔 歐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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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歐媽媽是不是 歐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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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隻都歐媽媽 可是他們都認得出來他們是誰 對啊 都一樣 形狀不同啦 對 其實不一樣 歐媽媽 歐媽媽 今天實地來看 張歐媽媽 流浪動物之家的感想 就是心裡真的充滿感謝跟感恩 因為我們都很愛狗 自己也有養狗 其實有時候在路邊看到一些 受傷的狗啊 或者是狀態不好的狗 我們很想要幫助牠們 可是沒有辦法覺得自己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帶著一隻狗回家 確認就是有這個時間空間去照顧牠們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激 狗只要數量一多嘛 上百隻 那牠們吃進去的量 排出去的量 各種東西都需要人為的體力去處理這樣 那其實都被照顧得不錯 然後我看到很多台灣黑狗的毛色都有發亮 毛色發亮就代表牠是健康的 皮膚也是好的 牠們很可愛 就像孩子一樣有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樣子 就對牠們有更深入的了解 當然最主要最主要還是覺得 張媽媽跟在這邊所有她的家人 還有志工們都非常的偉大 因為付出自己的體力 時間 然後還有自己的愛 去對待這些可愛的毛小孩 其實我今天跟張媽媽聊天最最最心疼的 當然就是牠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喪死之痛 因為牠自己照顧流浪動物 然後把家人 弟弟 妹妹 甚至兒子 女兒們都一起帶到狗園來幫忙一起照顧 那牠自己的身體 脊椎開過刀 在狗園跌倒 受傷 然後身體上的折磨 我覺得心靈上我當然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各種流浪動物 當然張媽媽的流浪動物之下我也有關注 那可能在狗舍的部分啊 地啊 很多人為的部分 我覺得牠的心靈上也受到了非常多的挑戰 可能是人性的挑戰 很多狀況 我覺得牠都一一的克服 還有身體上的一個困難 那我覺得最難過的 永遠所有的痛 當然就是 喪親之痛 那牠兒子在去年幫忙牠照顧狗園的時候 因為受傷 感染 所以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難過 我剛剛聽牠講說 我說你 張媽媽我覺得你真的是 我們人間的一個活菩薩 真的非常非常的謝謝你 牠覺得牠自己不敢當 不是活菩薩 就是救狗 救到連自己的兒子都救不了 我覺得我聽到這句話覺得 就是很狠 很心疼牠 我想牠說的也是牠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 其實說真的 當牠說出那句話的時候 我一時還真不知道怎麼安慰牠 因為這個傷跟這個難過可能太深了 太沉痛了 我想我也很難一下子怎麼樣去撫平或是安慰 所以我覺得我們至少可以支持牠 牠想做的 牠的心願 就是希望年輕一代的人 可以趕快出來幫助流浪動物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花費自己大部分的人生跟時間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盡一己之力 團結力量幫忙牠 讓狗員不要這麼辛苦地維護跟經營 我自己喜歡狗 沒有特別喜歡品種 所以我自己養的第一隻狗 就是在張媽媽送養的地方 就是建國花市養的田榜 自己養的第一隻狗是田榜 也是米克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品種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因為流浪動物很多 如果真的有想要飼養 就是用領養代替去購買 我覺得是最棒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品種不重要 因為牠們都很可愛 然後都像小朋友一樣 都有自己的個性 自己的樣子 那如果要再養狗的話 應該還是首先的第一個考量 就是會想要幫忙再多 領養流浪動物這樣子 然後如何走出田榜離開的傷痛 其實我覺得跟牠相處的時候 我有珍惜每一個當下 然後想到牠從小到大 有被我們照顧得好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份回憶 永遠放在我心裡 我就覺得不會有這麼多的 就是不會有遺憾 但是說不捨當然會不捨 可是這個就是生命很自然的一個現象 因為牠也十五六歲 十五歲過世了 所以是自然的現象 那有把牠好好的照顧好 我想牠應該這一生 可以跟我們當家人 我們彼此都是很開心的事情